那我们之前分享了美国的好与坏 我们在西雅图也生活了非常久了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西雅图的好与坏 我们今天讲一下西雅图的五点好和四点坏 所以就已经是西雅图好比坏多了是不是 不然我们为什么住在这呢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机会特别多的地方 特别是你是做高科技行业 就是很多很多大公司总部 特别是那些互联网啊科技公司 比如说亚马逊啊微软啊 然后那些大公司那些什么苹果啊 Facebook在这里也有很大的就是卫星办公室 所以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 科技人才的一个地方 号称是小硅谷 然后收入相对来讲也比较高 然后也没有income state income taxes 相对那些什么纽约啊 California那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西雅图总的来讲就是一个 机会特别多收入特别高的一个地方 那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 可能加州机会更多啊什么的 我觉得西雅图的好处是 它机会多没有state income tax的同时 它的蓝的程度可能比加州更moderate一点 就导致可能无家可归的人啊 或者城市的安全度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稍微更好一些 你觉得是不是 是 西雅图它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地方 真的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地方 一个非常pro-business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state income taxes的原因 所以就是说它相对那些比较很很 做了一大部分那些地方 什么纽约 San Francisco那些地方 我觉得是政治环境是要比那些地方要好很多的 我们还经常吐槽说 美国现在有很多非法移民从边境进来嘛 之所以我们西雅图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因为一 西雅图在西北角实在太远了 其次是我们冬天的天气太差了 天天下雨 对对 连非法移民都不想过来 太远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那些光芒都会被什么纽约啊 加州抢过去 所以相对来讲比较safe 第二点就是西雅图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你说自然环境 不仅是那些就是说好善好水 然后你可以去hiking 还包括就是就是那个空气质量啊 然后喝个那些饮用水啊 各个方面 它真的是一个环境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第三点呢 就是西雅图的华人群体非常非常大 这也使得相对来讲 华人的那些相对于那些配套那些服务啊 那些设施啊会比较齐全 当然了这个跟什么纽约啊 什么温哥华比啊 还是还是还是差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西雅图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华人群体很大 然后也是对华人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其实华人的群体现在这么大了之后 华人的业务也开始慢慢进来 我们最近总是看到有新的中餐馆在这边开起来啊 然后各个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出现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很看好西雅图未来几年的华人业务的壮大 让我们华人可以在这边生活的更好一些 包括之前其实温哥华很有名的一个华人超市 大统华他们要在西雅图开店了 还是要找我们做广告 让我们开车去温哥华录视频 可是没有给特别多的钱 所以我们没有做 那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西雅图它是一个相对来讲人的素质非常高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然后相对应的学校受教育的那些环境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不仅是从这里的公立学校 我自己是上西雅图公立学校长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是上西雅图公立学校长大的吗 就是在西雅图公立高中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不仅是从这个学校的氛围 还是说教书的那些难力上比 然后整理个私立学校也非常好 因为有很多大佬的小孩都在这里读书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整理个大学 比如华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都可以就是说 从在这里读书一路读上来都不用去其他地方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说 从这里读小学高中 然后到大学华大 然后最终在西雅图选择为Amazon或者是Microsoft工作 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我挺羡慕他们的 就是说我如果是在一个 从小就是从出生到长大 都是可以一条龙的在这个城市的话 我觉得是会非常有亲切感 但是可能也会比较boring 而且一条龙上来如果一直都公立 包括你读华大是属于州大学的话 费用都很低 你就是你读公立学校是不用钱的 然后读大学 如果你是本地学生的话 学费也会非常低 对 然后我们经常讲的选学校 对不对 我们也会经常碰到那种小伙伴 在小龙书上问我们怎么学学校 我觉得就是说 选学校很大一部分程度 你是要看这个城市 特别是对于那些像以后找到好工作的人 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这个城市 发展怎么样 这个城市的行业是什么样子 就比如说华大跟另外一个其他学校比 如果是排名差不多 然后西雅图跟另外一个城市比的话 我觉得西雅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前景 很多很多opportunity一个地方 我觉得选学校的时候 你必须要看这个学校在个城市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如果你选大学的时候 选一个有工作机会非常多的城市 比如说像西雅图 那你其实暑假打工 就可以去各个科技大厂去实习 而科技大厂本身都很愿意 招本地大学的实习生 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合作项目 会来你这边参加你的 那个叫什么career fair 然后来你这个学校招人 所以说你这样子机会非常多 然后你去体验不同的intern之后 你找工作也会非常方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挺推荐大家 在选学校的时候 选一个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城市 而西雅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限制 好我们讲了西雅图的几点好 我们讲了西雅图坏吧 最大的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贵 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一个地方 这一点不仅是从你平时去买那种大件 什么房子车子之类的 而且就是体现在那种很小的事情 你随随随随便点个外卖也就是100刀 两个人外卖 然后随随便便八九十甚至上百刀 就是西雅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地方 但是它贵的同时 它工资又没有三番或者是纽约那么高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西雅图它这种贵 是一个就是说很多人离开西雅图的原因 但是西雅图房价对比湾区和纽约还是好很多的 还是好很多 还是稍微更买得起一点点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大家经常complain的 就是天气 我刚开始来西雅图的时候 然后别人跟我开玩笑 西雅图有两天 一个是阴天 还有一个是晴天 阴天是从10月底到来年5月份 然后晴天是从6月份到大概是10月初9月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首先西雅图的夏天 就是说从大概5月份到9月份是没得说的 就是没有特别热 但是植被因为常年下雨嘛 对不对 又特别特别美 然后夏天真的是很美 不仅是从天气上 还从那种感官上特别特别美 西雅图夏天真的是特别美 然后我们做人民币给看出来 就是说你冬天气的时候 就把一晚上可能是150块钱 夏天随随便便就叮到三四百了 西雅图夏天真的是很美 西雅图的冬天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糟糕 首先你11月份12月份 Holiday season 对不对 就要放假 然后你要出去玩 然后这两个月过得很快 比较差的是1 2 3 这三个月 然后到4月份5月份 然后你慢慢又转好了 其实我觉得心情又会变好 主要是1 2 3 1 2 3的时候你可以出去玩 你可以去什么Texas 你可以去Arizona一些地方 也没有特别远 而且对我来讲 就是说1 2 3一个很大的一个draw back 就是说下午4点钟就会天黑 这是对我来讲最糟心的一个事情 但是对吧 一年也就是三个月 我就有这个问题 其他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总来讲 我觉得西雅图天气不好 这个事情是被夸大的 我不同意西雅图天气不好 是夸大的 我觉得西雅图确实你在 我从11月份开始就会 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到了1月份2月份 又会有一个时间段 心情非常的不好 就是当你每天都是特别阴天 而且天黑的特别早 因为它会进入冬令时 4点钟的时候天就黑了 你就会觉得生活很灰暗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每个人的感官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其实是挺受这个天气的影响 好吧 这个天气确实是 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 不同的人影响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讲西雅图这个华人人口 还是上涨的比较快 相对于那些什么 华人的餐馆 娱乐设施 我觉得是跟国内个三四线城市是比不了的 就差很远的 跟国内肯定不能比 就是跟加州 跟温哥华 跟纽约都不能比 对对 就差很远 之前我们有小伙伴从国内来说 想约我们去看去KTV 我就想说 你在西雅图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KTV 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 对 我觉得相当于那种国内那种农村之上 那种县级城市那种KTV 可能还比 就是西雅图最好的那种KTV 要豪华一点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程度 那第四点呢 我觉得西雅图坏就是 它可能就是 相对来讲 没有就是说很安全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被夸大的地方 就是你在 所以你在说西雅图坏的时候 都会加一个是夸大的 所以你其实都在表扬西雅图 那你觉得西雅图没有缺点吗 总的来讲是这样讲 但是我还是就是说 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说任何 你讲美国任何城市 你说它安全还是不安全 都很难这样讲 你必须要说它是哪个区 就比如说 如果你说西雅图 它的北区或者是它的东区 安不安全 它是相对来讲非常安全的 如果你说西雅图南区 那可能相对来讲 就没有那么安全 你说任何一个城市的话 你都需要具体来说 是这个城市的哪个区 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比较公平 所以说你不用去担心 如果真的搬来西雅图的话 你真的是搬去什么东边 什么标语那些地方 或者是搬去北西雅图说 你真的是不需要特别考虑 这个地方安不安全 因为总来讲就是很安全 我还想补充一点西雅图好的 就是相对于东边的城市 我觉得西雅图其实 是离是飞回国 很方便的一个城市 就是你直飞国内 可能就是9到10个小时 然后包括你可以去夏威夷玩 也挺方便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回国 这个飞机的时长 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9到10个小时 对比14 15 16个小时 对我来说 这几个小时的差别 其实很大的 就是我的身体的感受 会一下子有个质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西海岸 飞回国方便 包括可以去夏威夷 去日本玩那些很方便 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那你觉得西雅图 是个什么样子的城市呢 或者你觉得你住的城市 比西雅图好 还是没有西雅图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对我们频道 对我们内容感兴趣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我们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 我们祝所有的小伙伴都生活在自己非常开心 非常立项的城市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 拜拜